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看到在销售分析里面 我们总共有49周 这家超市它遍布美国的49周 这4年的总销售额 它单位是美金 然后接下来可以发现 它有比较有趣的事情 就是它的销售逐年上升 它的销售逐年上升 尤其第三年的成长率是最多的最高的 然后接下来也许我们可以进行某两年的分析 好 我们可以去做同期比较 可以发现什么呢 可以发现这两年 这两年在那个 二三四月其实是蛮接近的 然后其他几乎都是高过于前期 但是很特殊的是12月 12月它是输前期的 再来可以发现我们的产品 我们的产品呢 其实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在2018年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叫做家具类的产品 它是在往下掉的 好 有看到这件事 像这样子的资讯 对于老板来说 其实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 家具类的产品 点下去之后 请问哪一个产品 有哪一个纸产品是有问题的 一看我就知道是这一个 因为它是按照第一名第二名 第三名第四名来排列 结果第三名跟第四名是不是很接近 所以这第三名一看就知道 它其实应该要再大一点 结果太短了 好 接下来呢 麻烦请把这个工作表 我们就直接叫销售分析 我们这张资料表 先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就来问 这对这个地方 还解决的 嗯 我们就来说 我